还记得云门40年在池上一片道浪中发表新舞座道合吗 台湾好基金会深耕池上每年举办秋收稻穗艺术节 在山林云雾跟稻穗之间演出 而且任养了很多间闲置的老房子 要打造池上变成台湾的巴比松艺术村 这个计划的总顾问是蒋勋 他在池上生活快一年 他写作画画每天感受相间的季节变化 一想世界专程去拜访他 一起去看池上之美 道浪摇曳光影变化万千 这里是台东池上 艺术家蒋勋从2014年底开始住村 中日漫步在小镇上观察万物的生长变化 也同时投入绘画与文字创作 真切的感受池上之美 所以我每天看那个稻田的变化 尤其是成荤那个光线的变化 所以我就很想去记录这个东西 也觉得很难得 因为小时候这个东西四空见惯 那现在会觉得已经在台湾 好像越来越不容易看到 而且是像池上这么美的这种 稻田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有点想把那个色彩留下来 记录下来 台湾好基金会跟蒋勋共同攜手 任养了池上多栋闲置的老房子 以聚落的方式打造台湾的巴比松艺术村 未来将邀请艺术家进驻 跟池上居民有机互动 这样一个道理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 它也能酝酿出来很好的艺术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池上艺术村 一定能够让它能够长久的存在在池上 那能够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国外的艺术家 那形成为一个聚落 那这样它就会 会升值于池上的 这样的独特的乡村特色出来 那会有很多人自己主动搬来住 就是江老师讲的就是说 它变成一个池上画派 那这个一定可以台湾带来很多 很好的很温暖的力量 安定的力量 坐落在池上街头的废弃古仓 经过建筑师陈冠华跟源志大学学生 与池上居民紧密的互动 把古仓改造成了艺术展示馆 透过艺术活化了在地的文化能量 整个池上的这一条主要街道的老建筑 它们全部拍了照然后留下来 所以里面可能有台湾客家式的房子 闽南式的房子 甚至有日据时代的受欧式影响的房子 它就有一个历史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1940 50 60 70 80 到2010 就在这个古仓废掉不用以前 它是有过去历史的 他们每一次回家 他们坐着火车 经过这个交流道 他们就看到这个古仓 这个古仓对他们是一个符号 要发展池上的乡镇文化 最近会与居民不断的沟通 找出池上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也有一起参与 但我们就慢慢的了解说 他们的创作模式 就是社区的人一定要一起参与 而不是最一样东西是 突然之间从外面给你什么东西 他们先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 社区居民来讨论 来办讲座 来听音乐会 来玩游戏 慢慢的告诉你你想要什么 以后这里变成一个 广义的池上美术馆 就是可以做舞蹈表演 做音乐会 甚至我们也希望 这边还有小空间是 大家捐一些书 让这边池上小朋友 都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的 一个图书室 来到池上宿村 蒋勋重新调整心境 让自己缓慢下来 用心观察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朋友以后来 池上的时候不那么急 可能可以看到池上比较丰富的那一面 就让大家可以比较缓和 比较慢下来 慢慢用一个方式来 跟都会或者乡镇之间有一个桥梁 那我也希望这个东西变成 接下来池上铸箱计划 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朋友 来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道浪人在摇曳 记录着四季变化 而艺术村的空间已经完成 等待着艺术家进驻池上 激荡出更多的艺文火花 感谢观看